政府去年破天荒让国员从公积金户头提领养老金为生活解困 但是财政部长南都斯里·东姑扎鲁认为 雇员公积金局终究不是银行 不该任意提款 于是决定第一户头埃西纳在这个月30号截止不再接受申请 人民因为疫情损身火热之际 政府相继宣布埃拉斯达瑞和埃西纳计划 让雇员公积金局会员从第一和第二户头提领存款 财政部长南都斯里·东姑扎鲁 昨天晚上在脸书回答民众对经济和人民强化配套的提问时透露 政府决定 i-Sinar提领申请将会在这个月30号截止 换句话说下个月1号开始不再接受申请 i-Sinar ini tidak boleh menjadi our first option 如果 setiap kali kita lockdown kita tak boleh terus cakap oh ok rakyat boleh keluar Aisinar sedangkan kita semua tahu simpanan pencarum di KWSP itu ialah untuk simpanan hari tua kita KWSP ini bukannya bank untuk kita keluarkan pada bila-bila masa kita nak keluarkan 东姑扎鲁进一步解释 去年疫情来世汹汹 五国经济和其他国家一样遭遇重错 而这所前所未有的公积金提领计划 是当下以上非常手段 而不是长期措施 尽管打开了养老间自由建筑的大门 但这些钱是人民将毕生交付给政府的责任和委托 因此他们小心翼翼 根据东姑扎鲁 截至目前人民从 Aisinar和Aisinar计划 一共掏出了800亿令吉的公积金 数额庞大 而83%的提令者是越入5000以下的群青 感谢您的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